然后20年的时候 几三位拿了两万块钱年终奖 我不知道21年收成如何 其实20年这个年终奖 对我是很大的鼓励 21年你获不获年终奖并不重要 其实20年给你这样的一个鼓励 就多创作出好的作品吧 那22年有什么展望 22年就是希望我们排演的戏 能够获得一些奖项 就像在远方啊 这是我们就这么多年 就是付出的努力 能够有一个回报 这不是说以金钱一个回报 是有一个官方的认可 以及观众的认可 《基督山伯爵》会有改编 其新创作吗 因为这是买的 人家非常成熟 十年的一个大戏 细微的调整会有 但是对于作品的内容上 不会动太多 我们会偏向于中文的演唱 以及它的逻辑 这个可能要调整的东西可能会多 因为你俄语那个那个 一个字就占好几个覆盖 就音符 那么短的时间内 你读四个汉字的话 它就跟打机关枪似的 我们现在一直在解决这件事 那什么时候开始有意思的话 你接触地方了吗 其实最早的时候 应该两年前 这个文化广场的费总 给我发过来一个链接 让我看一下这部戏 觉得你看一看我们值不值得做 我那天安安静静地看了一遍 我觉得这戏特别好 很适合在中国这边图了 因为它的IP很响亮 第二点俄罗斯的作曲 他们的制作班底 质量极高 以及它的音乐剧的叙述 非常的简约 作为一个观众 你看得很清楚 故事怎么着呢 然后呢也有很深刻的这种情感 如何看待外界对电音的看法 其实我来到这节目 我就是一个普通大众的一个视角来的 但我们现在最主流的电影就是EDM 就是Electure Dance Music 这种完全就是要嗨的这种 我来到这儿之后呢 哦原来电音 其实还有很多种风格 最早从Disco开始演变 什么Techno啊什么等等 House啊什么什么 然后后来EDM又火 EDM里边又分支好多好多的 你这个就分不完的 我今天还在这儿问我们的那个电音制作人 我还在这儿问你 这是什么风格 他说这我也不知道 这个分支已经多的 就没有办法去记了都 所以说我说我来到这个节目 我觉得挺好的一件事呢 通过我的角度 让更多的就不知道和不了解电音 在这帮观众 一个很好的一个认知电音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新传家中有说音乐剧不够主流 但经典里潮流重复矛盾 你会怎么看待这个主流啊 或者说你最主流这样 首先这个是一个土壤的问题 你要在西方电音和音乐剧 它就是主流 你电音在所有的音乐里面都有它的影子 我们也在发展嘛 那我们希望在中国的土壤 把这两种所谓锤类 或者相对小众的东西成为主流 任何的音乐形式 剧种 只要跟艺术有关的 对吧 你画你都可以摆在舞台上 你可以讲一段 你任何形式都可以 它是一个特别开放的 我们还没有创作出我们自己的音乐剧 只是时间的问题 那包括电音也是 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 这帮电音人在创造什么叫 我们当下的中国的电音